rése�諾,創詠,創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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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既然有過很多樣帶到的 要關於科技何教じ能 祁參當所以 原先如果gies &跟全校的 也就是說我們研究裡面呢 研究有很多種方法 直性分析的方式 以及量化的方式來做 量化是我們在目前的大學生 或者說一般的商業管理類 一般商業管理類通常都會用量化的方式 來做專題或做研究 那直化呢 直性的話呢 像你們四年級有的課 有些有開 有些沒開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就是裡面的一種方式 現在很多的大學的課程 已經開始慢慢四年級高年級呢 加上這個個案研究的課程 舉個例說 舉個例說 行銷 那好 行銷的話 我們就把幾個不同的公司 它行銷的方式 然後深入的 從它開始推動 規劃推動到最後成果 跟它的銷售量 跟它的營業額 跟那個盈利獲利部分 做一個比較 然後呢 都用直性的方式 看它的過程 反應狀況等等 這種叫做個案的研究 或者說在管理上面 人力資源管理上面 某一個公司採用的管理制度 它的弘利制度 它的激勵策略 跟另外一個公司採用的激勵策略 有什麼差別 這種叫做個案的方式 過程中規劃等等 好 那我們量化 通常量化會用什麼 會用量表 或者稱為問卷 問卷量化的部分 一定要有很重要的概念 非常重要概念是什麼呢 在統計的時候 聽過這個東西 這叫什麼 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的意思是說 假設說全台灣的人 全台灣的人 擴散到全台灣的人 也是一樣 大概如果是同樣的一種領域 去做測驗 或者去做比較的時候 大概如果說前面 前面那個所謂百分之三的人 很傑出的人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 不會再有多少 大約那麼多 很落後很落後的 沒有辦法跟上 也是大概百分之三而已 集中一般的人 都是集中在那裡 不管球類運動 任何方式 這叫做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 你擴散到整個世界來講 也是一樣 常態分配 是這種圖形 可是呢 可是如果你不是那麼 因為因素 因為環境因素 其他因素的話 它常態分配 會有這種現象 譬如說 它的常態分配圖 是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這叫做左偏態 這叫做右偏態 左偏態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成績高的比較多 譬如說研究所的學生 博士班的學生 大概會比較偏向這種集合 那如果說好 貧富來講 鄉村的落後國家大概會 窮人比較多 是這種概念 這叫做偏態 那還有 這種比例 這種比例 會有另外一種現象 這種現象 就是現在我們這種現象 雙風現象 意思就是說 M型社會是這樣來的 有錢的人很多 窮人很多 普通人不多 這種M型社會 不管哪一種 這加起來 加總都是百分之百 去把它做一個圖形 做出來的 Normal Distribution 是這一個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 意思就是說 真正的比例應該是這樣子的 好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有關啊 抽樣 抽樣 你應該說 大概 這種成績的比例 應該抽多少 這種應該抽多少 這種應該抽多少 如果抽出來的 才有代表性 這個抽樣 主要就是代表性 代表性的問題 假設你的對象 你做出來的東西 沒有代表性 那你這個研究計畫 或者你的專輯製作 那個意義就不存在了 就是假的東西 最近不是總統選舉嗎 然後這個民調嘛 對不對 如果民調通通是抽到 某一種族群的人 那就不準確了 如果你通通抽到這個窮的 或者通通抽到這個比較有錢的人 那種也不會準確 一定要每一種人都有抽到 那個抽樣才會好 接下來呢 假設這個先決條件 抽樣很重要 達到以後 達到這個抽樣的一個標準 接下來呢 你要看你的問卷 你的工具 這個問卷 這亮表這是工具 這工具呢 是否具有 具有什麼呢 性度 具有效度 如果沒有性度沒有效度呢 這個問卷沒有用 我舉了好幾次例子 譬如說考英文 你要考的是句型 結果你不考句型 你考單字 那你說它的英文能力 句型能力很好 錯了 因為你考的根本沒有句型 而是單字 是因為單字不會 所以它句型寫不出來 那這樣就沒有效果了 達不到真正的效果 那我們上禮拜呢 特別為了 特別為了 一個病毒 不是 我們特別為了什麼呢 特別為了我們的量表 我們做模擬的量表呢 做了一個性度跟效度的分析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呢 把上禮拜的東西 上禮拜我不是有做好 邊講解的時候呢 邊把那個 做法告訴同學 那我今天呢 我也是把 我已經把資料放在上面去了 放到我們的 我的那個 e-portfolio 你們要去看喔 因為我把很多東西放進去喔 這是coding 這個檔案有了 這檔案有了之後呢 我們做了 可以找到spss 進來以後呢 假設你原來已經有檔案 它會在這裡呈現 如果沒有檔案的話呢 你在這邊呼叫 呼叫的時候 呼叫檔案 你把檔案的名稱叫出來 真的很慢 在這裡呢 如果你的是spss檔案 當然這個檔案形式就是spss.hav 如果不是 你要叫那個excel 這裡有excel檔案 你可以把它變成excel檔案形式 就可以呼叫出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轉換好了 所以我把spss的檔案呢 整個就先做 是這個 我已經做好把它開啟出來 它檔案就已經進來了 感覺上跟excel那個模式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差別 好 這裡面左下角 有一個叫data 有一個叫做variable view Data view跟variable view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是屬於資料本身 本身變數的設定 另外這叫資料檔 這是變數的設定 包括變數的名稱 形式 寬度 寬度 小數點 然後呢 是不是要給它一個標籤 然後它的值 如果沒行的話 如果是遺失值的話 怎麼出力 然後整個column 就是它有幾個 可以幾個欄位 不是 一個欄位可以打幾個字 然後呢 你要對齊方式 是其中 左偏 左偏 中 或偏右 最重要是在這裡 這裡呢 出現的是什麼 出現的是scale nominal odinal 這個部分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講 一個 每一個題項 每一個題項 它都有三種 四種形式 是叫做 我們變數的形式 比例 然後呢 等句 名義變相 還有一個次序變相 那為什麼這裡只有三個 因為 我講過了 比例變相 跟那個 等級變相呢 通常我們用 比例變相 來取代等級變相 所以它就 這樣子的做法 好 到這裡 我們再回來看 好 這裡面呢 轉好屬性設定好以後呢 接下來要除錯 什麼叫除錯 意思就是怕打錯 上禮拜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發現所有打錯的 包括幾個 欄位打成 比如3打成34 或怎麼樣 因為 如果你沒有把它除錯 你加總以後會很大的錯誤 我們用什麼來做 用frequency來做 frequency從哪裡來 我再說明一次 frequency在這裡來的 從這裡來的 我們在geta view裡面 有一個叫做計算 或者叫做分析 分析裡面有一個叫做 描述統計 描述統計 描述統計裡面就有frequency 所有的計算 所有的計算 在下拉式功能表的這裡 所有的計算都在這裡 那今天我會有一個進度 叫做t考驗跟f考驗 也會在這裡 好 接下來 如果說你要做這個frequency的話呢 你就到frequency這邊 把你要做的部分 所有的統統把它刮起來 放到這邊來 它就會跑了 一按它就會跑出frequency 跑出來結果是什麼 是這樣子 上禮拜也特別講過了 這在跑 跑出來結果就是這樣子 好 14這一題有12345 15這一題有345 然後各百分比多少 各佔的多少 這叫做1有4個 2有6個 3有16個 然後佔多少呢 3佔19.8% 這叫做實際上有效的百分比 這是一般的百分比 這叫做百分比的累計 叫cumulative percentage cumulative就是累計的 4.9加7.4變12.3 19.8再加12.3 032.1 這樣一直累計下來 最後是百分之百 這表很有用喔 因為你的基本資料必須要這樣來 各位看一下你的測本 基本資料 好 課本上面呢 來看一下 好 在300頁 不是不是300頁 294頁 96頁 296頁 課本上的例子是說 顧客 他走平溪線的 走內彎線的 走急急線的 都是一個小火車的線 好 你看這個 他的次數分配 男生女生年齡的分配 居住分配 職業分配 每月收入 這個表 其實你看清楚 這個表就是這個表啊 只是你最後要把這個表的名稱 改成為 所以這個地方 12345要改成為 他是 譬如說 他是 年齡是25歲以下 26歲到30啊 等等 這樣改而已嘛 好 接下來我再說明一下 你可以搭配喔 接下來呢 如果說 除錯完以後 除錯的意思 除錯的意思 上禮拜我特別講了 除錯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得到的結果 假設這裡多了一個6 他一定輸錯了 這根本沒有6 怎麼會有6咧 那你就回去那個欄位找出 到17欄位 如果有6的話 17欄位找出 那個6在哪 把它 你可以看 假設 6在自己17欄位 你就到17欄位裡面看 有沒有6 17欄位在這裡 17欄位 你可以怎麼選 你可以用這樣子選的方式 一般的方式來找 叫做找嘛 尋找嘛 fine就是尋找嘛 尋找第幾個位置 尋找好以後呢 假設找出來是第22個 第22個欄 這個地方有誤 那你就找第22張問卷 22號的問卷 到底那個地方 17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把它找出來 好 這是除錯 上禮拜講的囉 接下來呢 除錯完以後呢 必須要存檔 存檔以後進行 性度分析 性度分析有兩種 一種叫內部一致性 一種叫做項目分析 好 這兩種呢 我談過 T考驗呢 是還沒教 我今天會教 教完以後 T考驗也可以當做項目分析 性度的分析 如果不用T考驗 這邊用Kromba Alpha 這叫內部一致性 中文叫內部一致性 英文叫Kromba Alpha 好 那怎麼做呢 怎麼做 很簡單的做法 一樣到分析裡面來 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scale 比例 這個比例如果說是中文版 它直接跟你告訴你說性度了 直接告訴你說性度分析 然後你就進來裡面有一個叫 reliability analysis 就是性度分析了 性度分析一按 按出來以後 你把這些要考驗的性度的東西 通通可以把它抓進來 通通把它抓進來 抓多少就多少 就可以跑了 就可以跑了 如果你要跑 你可以看看喔 這裡面有幾個選項 這選項一定要選的是什麼 刪除該題的性度會得到是多少 然後呢 跟這個題目跟題目之間 還有呢 題目跟總之間的關係 叫做 叫做那個correlation 就是它的相關是多少 這一定要跑 然後continue就可以跑出來了 跑出來的結果呢 得到一定會有這種現象 這個很重要 這叫做Kromba Alpha 這個指呢 如果這一題刪除之後 它的值多少 上禮拜特別講 就像拔河一樣 這些都是每一個人 都是要出力量的 出力量 結果最後力量多少呢 在這裡 926是大家的力量 總共會926 達到926 那如果說你這個節目 假設第一個V6 不去拔 不要的話 它會變多少 變928 如果第二個不要 第一個再丟回來 它會變925 你看看喔 總是926 結果你不要的時候 反而我力量變928 那表示你這題目是不要的 有人認為說 這個理論怎麼會對呢 絕對對的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圖 拔河怎麼拔 拔河是這樣子的 這邊有一個力量 假設我不看對方 這不看 我只看我們自己 人在這邊拔河 人在這邊拔河的話 力量是往這邊拉的 一個一個往這邊拉 如果這一個人 這個人拔河的人 力量是這樣偏的 這個人是這樣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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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偏這樣子 那這個人更慘 他是偏這樣子 那繩子會直嗎 不會的啊 整個力量歪掉啦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人刪除以後 力量反而大了 表示他拔的不對嘛 那個題目不對的意思 好 我用這種方式解釋 你應該會了解 所以這就是 我們進度分析 結果 得到一個結果 上禮拜我把那個結果 弄給各位看 好 這個檔案 上禮拜我把這檔案 轉換過來 對了 我還可以再跟同學講 如何轉換 把它摳到這邊來 在這裡 不是摳到這邊 然後發現第二十二題不好嗎 對不對 這一題不好嗎 這一題是 上禮拜發現說 這一題不好 因為 刪除這一題之後呢 反而 它的狂暴法值增高了 表示這一題不好嘛 好 記得了 好 那怎麼樣轉換過來 上禮拜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再轉的話 第一個 可以直接按 按右鍵 然後直接copy 直接貼到我們的 word裡面就可以用了 或者說 我要把整個檔轉換的話 轉換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export 它叫做匯出 檔案叫做匯出 在檔案裡面匯出 你匯出的形式有 可以用htm的 可以用excel的 可以用text的 text就是一般的那個 你知道有一種文字檔嗎 或者說你用dose檔 那個word檔 你可以轉換出來的 它就直接把你 通通轉換出來了 好 我不再做了 上禮拜轉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上禮拜轉出來的 這個是轉出來的結果 你怎麼判斷 我告訴你你怎麼判斷 你用copy的話呢 你copy不到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你copy不到 這個檔案呢 叫做 syntax 如果中文叫做程式 撰寫程式 這個程式是 如果是spss程式 是這樣子寫出來的 這個通通是它寫的程式 像我們有幾個 有叫做sars也是統計軟體 spss也是統計軟體 就像什麼呢 你要去用寫那個c++一樣 你也可以把程式寫出 它自動就跑了 寫程式跟用點的有什麼差別 我可以告訴同學 如果說你剛剛 我們這樣用法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的用法 我可以 我在這邊可以用analyze 這樣選擇 幾條件這樣選 這是資料比較少 我們算是少 項目比較少 因為我們大概統計的部分 不會很多 這個可以直接用點的 當你的項目非常多的時候 你可以用寫程式的 它很方便 你根本不用看資料 寫好以後 轉進去 它就幫你跑出來了 這是概念上 通常大學生 不需要寫到這個 用點的 用選擇就可以 如果你真正要 跑到很深的題目 博班的時候 最好是用寫程式的 我再回來看這個地方 接下來 如果這樣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就搞定了 信度就搞定了 那信度要描述 信度描述 怎麼描述法 很簡單描述法 假設這裡面有 抵查三題三調 你就寫說 本問卷 本問卷經過內部一致性 就是匡巴阿法的分析之後 其中 第幾個題目 第幾個題目 第幾個題目呢 刪除該題以後 它的匡巴阿法值 反而提高 比總 原來的總的匡巴阿法值提高 所以這三題是沒有信度的問卷 沒有信度的題目 因此把它刪除 然後呢 它的數據請參考整個圖表 為了 配奏 遊北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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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